在冲浪过程中,人体冲浪只是最为基础的部分,真正的技巧是如何掌控冲浪板。 在此之前,选择一个合适的冲浪板尤为重要。 为了使得王静能够快速掌握冲浪的技巧,教练特意为王静选择了适合王静的长板。 其实,冲浪板的种类有很多,分为长板、短板、枪板、软板和浮发板。 此次教练为王静选择的是最适合初学者的长板。 原来,冲浪板的原理是利用受力面积增大,使与水面接触的压强变小。 冲浪时,利用人的身体移动方向,并利用海浪的连贯性和人体的惯性来确保人体的平衡。 长板长度通常在1.5米到2.7米之间,宽度约为60厘米,厚度大概在7厘米到10厘米之间。 主要的材质包括风木、竹子、碳纤维等材质。 板轻而平,前后两端稍窄小,后下方有其稳定作用的尾翼。 那么,这样一块造型简单的合成板,究竟是如何做到乘风破浪的呢? 冲浪板的原理我们已经清楚。 接下来,王静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学会在冲浪板上保持平衡。 当海浪来临时,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身体,与冲浪板一起搏击海浪。 面对这样的挑战,王静能否成功应对呢? 想要在海水中乘风破浪,就要做到能够追击到每一个好浪。 这其中,滑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在海浪来临时,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和速度去追击海浪, 才能够在不断的海浪中练习自己的平衡能力。 滑水呢,首先,踏在头。 身体踏在冲浪板的中间,不要往左,不要往右,往上平衡。 双脚,平放,勾放,或者抬起来。 滑水的动作和自由游很小。 双手交替在板的两边,进行才扣了滑水平。 手臂的深度,身体的深度,尽量伸余伸余伸余伸。 手掌,张开,手指并伸余伸,进行下招式的方式。 OK。 下一个动作,就是耳朵。 当你在海里等浪,浪风远处来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手间的冲浪板,给你加速度。 首先,开始滑水。 当浪,推动你的冲浪板有一定的速度的时候,就要开始启程。 启程,双手,放在你身体下方的冲浪板。 这个时候,用力用双手,冲出你的身体。 站立。 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 膝盖微转。 这个是气球。 可以,可以现在试一下。 咱们先试一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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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的身体要在冲浪板的中间。 双脚,一起扭移动。 然后,和双手,在冲浪板的两边,交替一下。 上半身,对于点击。 很好。 这就是一个,要好的擦。 好。 刚浪,推动你的冲浪板,就是我做起程了。 双手,放在身体下方。 用力撑起到身体。 一秒钟。 好。 你这个动作是错误的吗? 行。 应该是以前以后的。 但是,依然而异。 我们就先做一个错误。 先站在后方向上。 先这样。 好。 好。 这是你这些迈进去的一只脚。 所以,你在冲浪板上起床的时候,就是你的左脚在前面。 哦。 各脚。 放下一个一样。 对。 拿一个。 先抢。 看着了。 很好。 鲦练交受的冲浪技巧,王静似乎已经掌握。 那么面对海浪 王静能否冲浪成功呢 下水后的王静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在海浪来临时 王静没有抓住海浪推举的瞬间 而是在水中停滞不前 这主要是由于王静错过了海浪来临的时机 他决定再次挑战 在水中停滞不前 这次入水挑战的王静并没有像人体冲浪那样 快速掌握技巧 首先在追浪的过程中 王静就遇到了问题 由于海浪的主要形成因素是风力和地形 所以海浪的大小和时间都不受控制 王静力量不足 根本无法做到成功捕捉到每一个好浪 在海中苦苦等待 却始终无法捕捉到海浪 面对这样的情况 王静还能够冲浪成功吗 王静来到岸边 与教练说明自己的情况 教练告诉王静 可以通过冲浪池上制造出的海浪来进行练起 冲浪池的形状是一个斜坡 在斜坡的底部 有一个出水口 出水口中的水会经过强烈的气压向上喷出 从而形成异度相同的海浪 我想练习冲浪啊 但是在大水边我等在一个浪池 要花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游乐园里呢 有这样的冲浪池 记得的量花是持久的 我觉得我们拿一个冲浪板 在这里的冲浪池 最好就能让我们试一下 水上乐园里的冲浪设施 相对于海边的冲浪环境来说 冲浪池的冲击力更大 水流速度也更快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挑战 王静还能够做到乘风破浪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要在我生活的几段 冲浪池进行板的控制技巧 练习和平衡练习 首先呢我打算用第一个姿势 我身的姿势 双手拿板贴近身体 然后冲下去 来实验一下我的这个冲浪进场 咱们开始吧 王静在冲浪池中 先练习俯卧冲浪 但是在刚刚下水不久 王静就被水流冲了上来 由于冲浪池的水流速度过快 王静整个人被水浪直接冲出水池 翻倒在地 急速飞奔的水流 让他重重地摔在了岸边 并且呛到了水 咳嗽不止 仅仅是初次尝试 王静就感受到了冲浪池的危险 在王静俯趴在板上下水时 水流的冲击力 撞击得王静迅速地失去平衡 由于速度过快 王静重重地撞到了防护带上 这样看似安全的冲浪池 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伤害 水流的冲击力度又有多大 相比于海边真实的海浪 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呢 这样的水流速度究竟有多大呢 王静准备了四个重量不等的水桶 来模拟不同体重的人 从水流冲击速度最快的部位 把桶放下 测试桶被水流冲上去的时间 从而得出水流的冲击速度和力量 第一个桶的重量约为110斤左右 水流冲击的时间为2秒07 第二个桶的重量约为70斤左右 时间约为1秒04 第三个桶的重量约为40斤左右 冲击时间为0.9秒 第三个桶的重量约为40斤左右 约为130斤左右 时间约为2秒13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四个水桶毫无疑问的都被水流迅速地冲到了岸边 一号水桶的重量约为110斤 被冲上去的时间仅仅需要2秒07 而二号桶的重量约为70斤 被冲上去的时间更是短到1秒04 以此类推 重量越小则时间越短 经过计算 冲浪池水流的速度可达每小时32公里 相比较海边的海浪 冲浪池的水流速度更快 力量也更足 所以在冲浪池练习冲浪时 更要注意把握好自己的重心点 经过此次的测试 王静对水流速度和力量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王静觉得 冲浪池的角度大概在45度左右 自己利用浮趴的姿势入水 重心更加的难以掌握 如果利用柜板的姿势 稳定自己的重心始终在靠后的位置 是不是就能够确保自己在冲浪板上的平衡了呢 这一次王静决定 挑战用柜板的姿势进行冲浪 马车 我们发现 王靖利用柜板的姿势 虽然在刚刚下水时 被水流巨大的冲击力所影响 冲浪板摇摆不定 但是王靖始终保持重心靠后 最终稳定住了冲浪板的平衡 经过王靖的不断尝试 并且总结失败的经验 王靖尝试用柜板的姿势入水 成功地压住了水流 在海浪中稳稳地保持住了平衡 但是冲浪池水流速度过快 王靖根本无法在冲浪板上 长时间地保持重心 最好由于重心不稳 还是栽倒在了水池中 王靖觉得冲浪池中水流速度过快 冲击力也太大 与海浪的真实情况还是有所差距 自己应该找到 更为接近真实海浪的地方 为此王靖来到了山东省海洋市 海立方欢乐水事件 找到了这里的人工灶浪池 希望灶浪池制造出的人工海浪 能够帮助自己练习冲浪技巧 此次王靖找到的灶浪池 利用的是风机式灶浪设备 风机式灶浪设备 主要是由气势 风机 法产机构 调速机构 风管系统 控制系统等组成 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 它的工作原理 是将离心风机吹出的风 流引气势 通过周而复始的抽排空气 压迫气势内的自由水面 兴起波浪 改变抽排气流的变换频率 和气流大小 即可改变波浪的大小和长度 波浪汹涌的大海 对于学习冲浪的初学者 保湿平衡太难了 所以我今天选择了一个 人工灶浪池 在这儿来进行这个环节 另外观察一下 这个灶浪池有个特点 它造出来的海浪 非常有的微律 而且是由面向我来的 王靖来到灶浪池边观察 发现灶浪池制造出的海浪 规则均匀 两个海浪之间的时间间隔 大概在三分钟左右 并且人工灶浪池海浪的高度 能按照人为的设定来制造 在这样的情况下练习 海浪的高度和水流速度 都可以模拟海边的真实情况 这里的条件 完全满足了它的需求 王靖能够克服海浪的动力 在冲浪板上 一跃而起 乘风破烂呢 我们看到 王靖使用俯趴在冲浪板上的姿势 在冲浪板上迎接海浪的冲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海浪 王靖在冲浪板上 依旧保持了自己的平衡 那么 在海浪来临时 一跃而起 乘风破浪 王靖还能够轻松应对吗 王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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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王靖在起身时 没有直接地迅速跃起 而是改成了跪板的姿势 此时王靖的重心靠后 并且海浪来临时 王靖没有做到迅速转身 顺势而下 而是直直地冲向了海浪 导致巨大的海浪将其淹没 吸取了经验的王靖 决定再次尝试 决定再次尝试 终于起了作用 直面海浪的冲击顺势而下 使得王靖终于在冲浪板上 确保了自己的平衡 并且王靖在冲浪板上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动作 使自己的重心靠前 随着海浪的势能 而不断地发生改变 那么如果尝试战力的姿势 王靖还能够冲浪成功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放空自己的势力会显然 我们发现 王靖在冲浪板上 努力地尝试起身 但是都没能成功 海浪的力量过大 使得王靖还来不及 控制自己的平衡 就跌入水中 经过多次的尝试 王靖依旧无法 在冲浪板上站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王靖也在不断尝试着 在冲浪板上站立 明天就是王靖接受 终极挑战的时刻 能否在四天的时间内 快速地掌握冲浪的技巧呢 此时的王靖 内心非常的忐忑 经过四天短暂的练习 王靖究竟能否成功冲击海浪 做到乘风破浪呢 王靖所在的冲浪地点 是山东省青岛市 石老人海水域场 石老人水域的海浪 高度从40厘米 到150厘米不等 波长从最短的4秒 到最长的12秒 根据天气情况的判断 王靖明天所面临的海浪 高度最高可达1米左右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靖将要挑战追浪 冲浪 直立挺身 控制浪板方向等多种挑战 这对于力量和耐力 都不足的王靖来说 是个不小的难题 面对这样的终极考核 王靖能够挑战成功吗 用四天的时间 掌握冲浪的技巧 又能否可行呢 还没有下水 王靖的情绪就已经很紧张 对于初学者来说 今天的海浪确实不小 王靖在岸边 尝试着调整自己的呼吸 圆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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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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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